大陆快递员拿着酒精从货车喷到每件包裹 双十一结束 这次送货压力除了和时间赛跑 还得防堵新冠病毒找上门 因为内蒙古河北都有网购商品被验出阳性 还有山东民众收到涉及疫情的快递后被通知得隔离 会不会收包裹同时收到病毒在网络引起讨论 物流业者赶紧升级消毒作业 像牛羊肉生鲜冷链类的产品必须要持有检验检疫合格的证明 货物从取到入库到上站必须要进行三次的严格的防疫消杂 疫情下的双十一大陆专家分析买气冷静许多 原因包括活动从原本一天后来变一周到现在能好几个礼拜 大大消磨民众购物冲动 还有各种复杂的优惠方案也让消费者感到厌恶 另外这次在双十一前官方宣布要加强监管乱象 也让这个经典画面在2021年消失 即时公布成交额是大陆电商龙头每年双十一的重头戏 但这次天猫成交额超过2.3兆 京东破1.52兆 都是等到了12号凌晨 活动战告一段落后才低调的发布整体业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